第一个就是开启0205这一张 开启就好了 因为如果是动画 第一张就是这个 第二张的话就是把它左右交换 所以我们要做的话就是说 把这个雨伞跟眼镜左右对调 那怎么对调呢 其实用这个选取工具就好了 那选取工具呢 你就直接把这个雨伞的地方 把它选取起来 移到中间 移过来中间 那刚刚那个 江大姐这边提到一个问题 移动的时候很奇怪 这个不会移动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选取工具上面 是不是这个 跟这个 有没有 那如果你按到这个的话 移过来 就变成只有框框而已 这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在考场的时候发现 移过来不行的话 应该就这个 移动圈权框 有被按到 你就把它按到取消就可以了 取消就可以移动了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了 那还有什么保留基底影像 或者是说什么 在物件上选取的话 这些基本上 主要就是这个要按住了 保留基底影像 其他不要按就对了 那这地方的话呢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边有个柴检有没有 只要按下去的话就柴检掉了 就柴检掉了 它其实这个功能也是柴检的够 那这一体呢 主要就是把这个地方移到中间 另外的话呢 把这个眼镜 眼镜的地方 把它旋取起来 那一样把它移过来 移过来之后会有个问题就是说呢 因为它比较大 一个大一个小 所以这地方呢 我们还做一个所谓的什么呢 变形 有没有 那变形的话 就是这个变形工具按下去 那特别注意 变形工具按下去的时候 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呢 因为你如果这样子 把它往这边缩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高也会跟着缩 所以呢 如果高不要跟着缩的话 怎么办呢 对 缩 这边有个缩 有没有 维持宽高笔的一个锁 特别注意 这个锁一定要把它解开 一定要是打开的状态 然后呢 再把这个宽度的部分呢 把它 把它缩小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边一样的方式移过来 那因为雨伞 它比较 比较小一点 所以呢 必须把它再 也锁一定要打开 可是呢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就是说呢 我们来看 它好像移过去之后 也要还要再做一个动作 就是水平翻转 就是说呢 它最后 移过去的话 眼镜好像 这个位置 好像它有做一个 水平翻转的动作 也就是说 你最后看到的 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眼镜 有没有 在这边的时候 有没有 彩虹跟眼镜的 那个方向 是变成 水平是对调的 有没有 所以你必须还要再做一个动作 就是说 移过去之后呢 还要再利用 这个所谓水平翻转 那水平翻转 特别注意啊 也在变形工具里面 变形工具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水平翻转 这边有一个水平